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洽 然后也希望说能把南少年军这个活动带到中林中学去 所以就这样我们就成立了在1999年我们就成立了我们的南少年军 还记得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次的招收新会员 我们大概只有15位的南少年军的队员跟一些的领袖来做这个招收的这个动作 当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我们第一次大概招到了差不多150个人 然后我们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一步一脚印 我们就慢慢的把这个整个南少年军的活动在中林里面 我们慢慢的展开我们的发展 那也记得说以前我们BBE的时候呢 每一个weekly meeting大概就是做很多的关于tugger batch的事情 我还拍完呢 你觉得你还对几题 嗯? 多呀? 15 你呢? 我啊 我不知道 这里有几题? 30题 哇 最一半啊 那个时候的weekly meeting都是在班上进行 我们的第一个教授就是Mr. Lim Moonchai 我跟你讲现在感觉你们真是很好命 然后我们以前呢 篮球场是没有围起来的 那个屋子呢 就好像一个怎么说 一个好像一个堡垒这样 你必须要走楼梯上去 然后你要打开铁门拉起来 然后那个门有时候还有木门这样的感觉 所以你进到去里面 红色的红毛灰 然后上面是没有风扇 没有电灯 是很热很热 每次我们在里面开会呢 一定是拿着那个扇子那边扇扇扇扇扇扇 然后我们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跟决定 也就在那边产生 包括很多时候我们选exco或是community 也是在那边做起来的 当时我们后面有一个活动是我们很不喜欢的 叫做一个清洁组长 因为那个清洁组长呢 要带领人在后面除草 因为那个草是一个地方是给我们来做活动的 我们有时候会在那边做backwoods或是做canfer 做起火的东西 但是现在我感觉就是已经换成一个空的房间 有灯 有风扇 有屋顶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呢 前面还一棵树 然后树上面我们可以绑gadget 但是现在我看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铁皮屋 可是那种感觉是你回到去的时候你感觉东西不在了 但是人还在 我记得以前的BB号甚至是我们都不敢放贵重的东西的 因为根本是不安全的 虽然前面可以锁 但是后面可能是很容易打开的 所以我们都不允许放贵重的东西 很多人都会说BB的活动非常的多 当然多多少少我们也承认 就是说我们的活动相对来说 我们是比较多的 只是可能我们没有一项活动是特别深入或者精通 但是也透过这一些活动 让更多的学生可以得到更多不同样的知识 在我们这个B07里面 我们除了普通制度团体有的超部以外 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活动 让会员们能透过他们考取奖章的时候 可以学到一些课外 课业以外的知识 包括我们会学到急救 我们会学到这个消防的知识 他们也可以学到怎么在户外来进行露营 等等的活动 等等的活动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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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们可以表现给你们下一个阶段了 记得喝多一点水啊 大概十年前这样子 我们就有一个band了 只是那时候band一直发展不到 就是停留在那边 过后我们试了很多次 但是到最后我们还是慢慢流失了人 只是直到最近 我们大概在2015 2016年的时候 我们的band才重新开始过 当我们band在2016年时重新开始过 那时候我们的band大概只有20个人 20个人到今天留下也不是很多 但是我们从每年开始 我们都看到有一些人慢慢进来 虽然数目也不是很理想 但是我们可以从中看到 一群一群的小朋友跑过来 在我们B零器里面 我们虽然我们的设备不是很好 也不是最好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是一种Garage Brand 因为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在一个箱子里面练习 那我们叫我们的Garage 我们的BB House 但是虽然我们没有很好的设备 但是我们从中还是得了很多的奖项 为什么我们就从此证明我们是可以的 经过努力过后我们做到了 而且我们不能在这里停 我们还会继续发展 我还记得我们参加这个JPN 就是这个教育局的超步比赛 我们第一次比赛去球队的时候是在2013年 那时我是第一批出去的 我是刚刚我是中俄 那时候我们闷闷咚咚咚 我们就感觉我们被选上了 我们去比赛 那个时候我们第一次参加现赛 我们代表中文中学参加这个NGO的这个Category 我们得到了这个现赛的冠军 我们非常的喜悦 因为我们第一次进去这个超步比赛 这个花式超不一样的比赛 当我们进去周赛的时候呢 我们也得到了不错成绩 得到了这个的第二名 所以我们不停的从2013年开始 就去这个这个教育局所举办的这个的超步比赛 不断的参赛 我们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也不断拿到第二 因为在此我们的期望是拿到第一名的经过赛 微笑争光 那么不负众望 我们在2017年的这个比赛 在这个周赛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了第一名 那么我们代表槟城的这个NGO的Category呢 进去的国赛 那么我们也在国赛 终于突破 终于拿得 夺得了第一名 在此 我带着这个的学生从FORM1参加到 看到他们成长到FORM5 在我心里有一种安慰 尤其是透过这个活动 他们可以学习到种种的这个的经验 比如当我们去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一起一起奋斗 一起往向这个第一名的这个目标来来冲 当那个整个队员的那个的气氛 那个态度 是我们在课室或是在外面转选球学不到东西的 我们一起他们度过 当然在比赛的时候呢 我们失败 我们伤心 我们酷 但是我们学习到不放弃 我们再继续的 在另外一年 我们再继续的坚持不懈的 再往这个目标奔钱 那个的心情 是比莫安安心 或者是我们用金钱买不到的 祝福比林区能够在接下来的二十年四十年六十周年气垫的时候 还能看到我们的成长 可能带我们的家人跟子孙回来 再庆祝我们的一百周年气垫 在此谢谢大家的出席 希望大家不会忘记我们继续的支持比林区 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今天的出席 希望你们今晚可以过得好 可以享受最美好的一天 谢谢 最后我祝福比林区二十周年生日快乐 那我相信我们还有更多的二十周年 要继续跟你一起的去庆祝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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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